嗨 大家好 这个 今天我想跟大家 试试看 分享看看说目前 抱歉 工作桌比较杂乱一点 因为 弄干净的 或是好的垫子会还是会坏掉 那我们今天因为要直接 直接 切给您看 这个 目前我们upwind的起落架 金属起落架有多么的强固 来 我跟大家讲 如果您的 这个 这是OH58D的 OH58D的 如果您拿到之后需要修条的话 折的时候不是不能折 轻轻的折 因为它非常的坚固 我试给您看 抱歉 这用了好久 这是 Tree Peak 日本的Tree Peak 剪模型的 其实不是哈 在我们这个国境之南 这边的 的养猪的朋友 是拿这个来剪那个 小猪的牙齿 小猪的牙齿 要剪掉 因为猪会咬尾巴 猪咬了尾巴就死掉了 猪被咬了尾巴就死掉了 所以小猪会把牙齿剪掉 他们就用Tree Peak 也就是说这一支非常的坚硬 其实买这个不是剪模型 是后来 小老板跟我讲说 我们这边的五金行的小老板 跟我说 这个人家拿来咬 剪那个猪牙齿的 不要拿这个模型的剪来剪它 首先我要讲的是 不是拿这个来剪 金属起落架的边边或是修边 这个 电弓的一般的有鞋口钱的 我试给你看 为什么不可以用模型的 你用模型的剪下去 就刷晒了 你看哈 以前的是软软的 坦白讲 现在硬硬的 像那么粗那么大一块 你用模型剪 用模型剪下去 这个就完蛋了 嘴巴就完蛋了 所以记得 剪的时候拿这种一般的 其实啊 做模型的话呢 我会建议 准备一支这种的 一般的鞋口钱 因为有时候你的边柴边边的 你要修的时候 你要修的时候 是那么的坚硬 你拿这个剪就坏掉了 那你修完之后的 的这个 金属起落架呢 不是还有边边吗 再稍微剪一下 或者是用这个 因为这边边一点点啊 不会很硬啊 然后沙子 沙子粗一点点没有关系 有没有 跟你修模型啊 慢慢的把它抹 抹掉 记得 抹掉一块肉 是补不回来的 慢慢抹 这就是金属起落架的那个 金属滑锹的那个角嘛 然后旁边黏上 就黏上它的这个 这是横杆 所以呢 新的 材料呢 有点坚固 强固 有点太硬了 但是你不硬又不行 太软也不行 注意 千万不要拿模型的剪子来剪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